哇 Hello 大家好 我是生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使用MAP的翻译字典APP功能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MAPBook和MAP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浩TV 我们在遇到陌生的词汇的时候 通常都会选择找字典 有可能是真正的字典 或是网上词典 如果你使用MAPOS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它自带的字典 首先要推荐它的就是 它的即时翻译功能 你只要点击陌生的词汇 然后点选Logout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你要查的词汇 现在我们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Dictionary 然后在右上角这边输入我们想要找的字典 我们可以在中间这一层选择我们要翻译成什么语言 那么我们要如何添加其他语言呢 只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Dictionary Preference 这里呢就可以添加你所需要的语言了 添加完后呢 它就会在中间这边显示出来了 你也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使用它 它的缺点就是它只可以找一个字一个字 而不可以找一个句子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pBook和Map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APP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当然如果你在使用Map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